阿姨觉得你还是要问清楚妈咪关于你爹地的事情 那好吧 对了阿姨 如果宝宝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找你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你必须经过你妈咪的同意才行 其实阿姨 我现在在住院 妈咪每天很辛苦的 所以我才会找到你的电话号码 给你打电话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号码是从你妈咪那边拿到的对吗 嗯 是的 我最近总是听到妈咪偷偷的哭泣 好笑 我的病需要花很多钱来治疗 所以我才会说 要爹地来看看我 夏小冉有些心疼她的遭遇 宝宝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圣安安 圣安安 姓圣吗 为什么不是姓张 不是姓李 而是姓圣呢 不可能的 圣谦也说过 只有她一个女人 也只有夏天要一个儿子 那么你爹地叫什么 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她一颗心颤抖的厉害 在过去六年的事情里 白薇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那个叫做圣安安的小女孩 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她真的是圣谦也和别的女人生的女儿吗 如果是的话 她又该怎么办 名字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不过阿姨 和好笑 野先生 和安安一样的姓氏呢 但是我经常听妈咪说梦话 妈咪总是在梦话里说 小野 小野 小野吗 圣谦也的名字 昵称的叫法称呼为小野 其实也不足为奇 夏小染的内心紧张到不行 你现在需要休息吗 这通电话实在没有继续 要进行下去的勇气了 你好 和阿姨通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话 现在也该结束了 好 再见 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需要告诉圣谦也吗 那个叫圣安安的小女孩 让她的内心出现了裂缝 关于圣谦也女儿这件事 她还是遭遇了 她走到夏小染的身旁坐下 想什么呢 看你一晚上闷闷不乐的样子 哎 你想不想解开被洗掉的记忆呢 也许靠催眠的话 能够唤醒你以前被尘缝的记忆 关于记忆解开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想解开 有些事情我需要想起来 对 还是解开记忆比较好 人要活得明明白白的 睡吧 你刚出院 需要好好休息 她起床帮夏天要换上衣服 牵着她走出家门 司机载着他们前往婚礼的现场 的化妆室 她坐在梳妆台前 想着上次的婚礼 内心充满了忐忑 希望这次的结婚 能够顺顺利利的 放在包里的手机 响起了铃声 她接起了电话 喂 安安 阿姨 你在干什么呢 啊 我在化妆呢 需要结婚吗 妈妈 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突然 化妆室的门被推开了 夏天要走了进来 啊 我在和一个小朋友打电话呢 你怎么来了 电话那端的圣安安 听到了夏小冉和夏天要的对话 她羡慕地说道 阿姨 那你先忙吧 等你有空了 我再给你打电话 祝你新婚快乐 好 谢谢你安安 祝你早日康复 夏天要站在她面前 黑毛盯着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机 妈妈 你的新娘子可真漂亮 宝宝 以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幸福的家 爸爸妈妈会永远保护你 你再也不像六年前那样 只有我没有爸爸的陪伴了 嗯 我日盼夜盼 终于把妈妈给嫁出去了 真不容易呀 婚礼开始 圣千爷 挽着夏小冉纤细的胳膊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圣千爷 挽着夏小冉 走进了露天的礼堂 她一身妥贴的西装礼服 起整的短发 梳理得一丝不苟 身子挺拔的 挽着穿白纱的夏小冉 缓步往前走着 一步又一步 好像走往通向幸福彼岸的桥梁上 所有的宾客 拍着手掌 热情地祝福着他们 现在有请双方律师 宣读爱的誓言 首先宣读的是 夏小冉的代表律师 再次轮到圣千爷的律师宣读 现在请新郎新娘 交换结婚戒指 圣千爷帮夏小冉 戴上了结婚戒指 再轮到夏小冉 帮圣千爷戴上结婚戒指 亲衣哥 亲衣哥 我还没有要你们来一个爱的誓约之吻 台下的宾客已经替我发言了 那么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啊 新郎 请亲吻你的新娘 给她最浪漫的誓约之吻 爸爸 快亲亲你的老婆 老婆 怎么办 儿子都发话了 这个吻 怕是逃不掉了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 圣千爷低头 伯唇堵住了她柔软的唇瓣 吻 一点点加深 她也在回应着她的热吻 会场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有个小女孩站在前方 她看上去一脸的病容 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爹地 你不要我和妈咪了吗 圣安安的眼眶 红彤彤的 一步步的往前走着 现场变得鸦雀无声 原本在为他们祝福的宾客们 全部都默默的收回了掌声 你是谁 我是圣千爷的女儿 我叫圣安安 今年六岁 夏天耀不敢置信地长了长黑毛 你是说圣千爷是你的爹地 而你是他的女儿 是啊 我是他的女儿 他是我的爹地 六年前他抛弃了我和妈咪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找他 然然 我没事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阿姨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你太过分了 竟然瞒着我关于爹地的事 明知道我在找爹地 也明知道我过得不好 我妈咪非常想念爹地 可是你呢 你却没有告诉我爹地 关于我的存在 关于我妈咪的存在 还骗我说 我爹地出差了 不许你说我妈妈 还有啊 你凭什么这么武断 说你自己就是我爸爸的女儿啊 凭一张出生证明 就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既然你是想上门寻亲 那么就该和我的爸爸 去做DNA的检测 还有 今天是我爸爸和妈妈 结婚的大好日子 你要认爹地 麻烦你另外找个时间 夏天耀看了一眼管家 麻烦你把这个叫做圣安安的小女孩 找个地方向妥善地安排她住下 今天不方便处理她认爹的事情 等明天再说吧 或者等爸爸妈妈度完蜜月回来再说 我不要 我现在就要认回我爹地 我和他已经分离了六年 没有人能够阻拦我想要认他的亲愿 圣安安推了夏天耀一把 让他差点栽了个跟头 万幸 圣千也及时扶住了他 你要认清我不拦着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警告你 谁也不能够欺负我妈妈 只要有我在 谁都凶想 夏天耀挺起了小胸膛 皱着剑眉 标道他的内心想法 关于这个孩子说的一切 我都承认 我的确是知道他的存在 起初我不告诉你是怕你心里有些不舒服 而且我要你去解开你记忆这件事 也是我和你提起过的呀 关于你的身份 我会调查清楚 关于身世 等我婚礼结束再说 忙碌的结婚宴席终于结束了 入夜之后 圣千也走出了卧室 拿着手机走进了书房 他拨通了管家的电话 今天你送圣安安回家 他有对你说什么吗 少爷 孩子我送到医院了 他住的那家医院和圣家有来往 顺便 我拿到了他的病例资料 以及住院残学时的学习 哪家医院 你把地址告诉我 不到一分钟 管家把地址 发到了圣千也的手机上 一日清晨 然然 有件事情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事情是关于圣安安的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 有待查证 所以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调查这件事呢 还是 想要我自己去单独调查呢 要是真相难以接受 你也可以选择退出